神学小问答 295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天主教的教义既然是天主启示的 就不需要教会去捍卫的 天主自然会捍卫他 答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在新约里我们就读到保禄对他的弟子弟茂德说 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 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 恳求你 勿要宣讲真道 不论顺境逆境 总要坚持不变 以百般的忍耐和各种的教训去反驳 去斥责 去劝勉 因为时候将到 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 反应耳朵发扬 顺从自己的情欲 为自己聚拢许多师父 且掩耳不听真理 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 帝茂德后书第四章第一到四节 保禄也督促他的另一位弟子 帝夺主教要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 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劝戒并驳斥抗辩的人 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从好空谈 欺骗人 他们为了可耻的利润 竟教导那不应教导的事 破坏人的整个家庭 为此 你该严厉规劝他们 好叫他们在信德上健全无瑕 帝夺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三节 保禄宗徒很清楚天主托付给教会 捍卫天主的启示真理的职责 很清楚永生天主的教会 却是真理的注实和基础 帝茂德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这捍卫信仰真理的工作 就是教会美时代的护教学的工作 如伯多禄宗徒告诫说的 你们但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 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 以敬畏之心答复 博多禄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